世界衛生組織曾經殘迷 沒有心理健康就沒有真正的健康 在快速變遷生活緊湊的社會中 為了守護人民的健康 政府應該投入更多資源在心理健康領域 因此今年我們推動了心理健康支持方案 將適用年齡從15到30歲 擴大到15到45歲 給青壯世代更多的支持 政策推動三個多月來 已經服務超過2萬人次 然而在強化心理健康任性的工作 我們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從職場到校園 乃至社會的每個角落 我們政府要帶頭做起 公司部門要協力一起做 盡全力不露接任何一個人 除了心理健康 癌症已經連續42年 是國人十大死因之首 我們已經設下目標要在2030年 達成癌症標準化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 因此我們必須擴大篩檢 精進治療 去年政府補助的五項癌症篩檢 總計服務人次達到487萬 也發現了1.1萬名癌症 還有5.2萬名癌前期的病變個案 明年我們增加40億元的公務預算 讓癌症篩檢預算達到68億元 來擴大癌症篩檢對象和服務內容 此外我們也規劃成立 癌症新藥基金 明年將由公務預算 億助50億元 逐步達到百億規模 來提供多元癌症新藥給付 協助患者 降低經濟負擔 而這些新的措施 稍後衛福部也將向大家詳細報告 同時我們也積極推動基因檢測及精準醫療 例如次世代基因序檢測 已經納入健保給付 將有助並有獲得精準個人化的治療策略 我相信從前端擴大預防篩檢 到後段精進治療 將能有效對抗癌症 讓國人更健康 透過今天的會議 政府能夠了解各方的意見 所推動的政策 將更符合民眾的需求 我們一起努力